Hello 大家好 我是程鱼 今天呢 来带大家看一款车 Avatar 11 这款车呢 其实售价呢 是不过40万元 并且呢 零百加速呢 4.5秒 纯电续航呢 700公里 其实提到Avatar 11呢 大家已经很不陌生了 这款车呢 其实它自打出生企业 就已经赋予了它很高的这么一个能量 首先呢 它是由长安汽车 华为以及宁德时代 三方联合打包的 长安呢 其实负责的是制造生产 并且呢 它要把控这辆车的整个的品控 其实宁德时代呢 也是在这辆车的电池系统方面呢 其实赋予了它的极高的这么一个能量 再有呢 像就是华为了 华为呢 主要是 在这款车的制度度上方面呢 有重要的表现 可以看到这辆车三颗激风雷达 前部一颗 左右一字板两侧各一颗 激风雷达前面呢 也是华为的HI标识的 其实看上去呢 一看就知道这辆车呢 智能化方面呢 是由华为提供的 再好呢 这辆车呢 其实看上去 你把这辆车的logo捂住 其实很难想象它是辆什么车 但是呢 由于它的这个设计呢 才能够一个 怎么说是独家的这么一个造型设计吧 在夜内方面呢 也是这辆车的设计风格呢 是比较自重于智能化 比较是前卫的 它的这个灯组呢 其实也是分体式 两边呢 日线灯呢 是两条 然后呢 其中呢 下面这一条呢 是跟下面的灯灯组 它的这个灯组的这个角度呢 是很低的啊 所以说在夜间的这种行车安全范围呢 其实是呢 有一定的保障 其次呢 就是它呢 也是22寸的这么一个轮圈 然后呢 配备的是不雷伯的这个刹车卡鞋系统 其实你在外部就能看到 标识的很明显 就像它的这个用料方面呢 其实是很下成本的 其次呢 就是这辆车 它在一个挡风波里全部呢 也有一块LED的这么一个屏幕 你在锁车呀 包括说在启动车上呢 它都会给你一个好像呼应的这么一感觉 其实呢 很有仪式感 其次呢 就是这辆车尺寸看起来是不大的 它的轴距呢 也是将近接近三米 它的轴场比呢 达到了0.61 其实这个比例呢 在汽车的这个设计理念里吧 其实这个比例是很完美的 再有呢 就是它四个门都是电动门 然后呢 也是带有电吸功能 并且呢 在外号出镜的下部 两侧呢 其实都有两个上头 一边是两个 所以说 它的整个的质驾方面 我觉得 这辆车真的是处于这种行业领先的存在吧 虽然说不及遥领先嘛 但是呢 它整个的这个智能架控 包括在高速 在城市 凭借它的这些车身整个的传感器 以及上头 包括说雷达 都可以给它带来非常出色的 这么一个智能驾驶的一个感觉 我们继续往后看 这辆车呢 也是 它虽然说是个SUV 但是呢 它的这个后备箱开启的方式 其实是跟三项车非常相似的 并且呢 它在上部也有一个尾翼 也是电动的 你可以在车内的屏幕里去控制它的开盒 也可以用语音去唤醒它 所以说 这样的功能我觉得真的是很实用的 可以看到 它的尾灯也是贯穿式的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尾部设计 其实要相比于SUV而言 它 你说它是跨界 但是呢 它的这个开壳的方式呢 又跟三项车非常相似 可以看一眼 我把它打开 它并不是整体的去打开 而是跟三项车非常相似的这么一个 传统的意义上的一个后备箱的 单个开启方式 内部的空间也不是说很大吧 但是呢 你的日常使用是足够的 并且呢 也是配备了这种电动的后备箱尾门 整个的外观 外饰吧 其实就是这么多 我们去内饰看看 因为它的内饰 采用了华为的鸿蒙系统 来到内饰呢 其实作为华为打造的这个直轴坐舱呢 其实可以看得很明白 就是这一辆FTA11呢 是双10.5英寸的这么一个银子显示屏 配合这个15.6英寸的这个中控大屏呢 整个的这个科技氛围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副价的屏幕的尺寸呢 确实有点小 但是呢 它的前部呢 采用了一个这么独家设计的一个 情感窝流的设计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其实它这个设计呢很好 然后呢 后边呢也是采用了这种类似于百叶窗式 这么一个空调出风口 其实看上去呢 配合它这个氛围灯啊 包括这种呼吸的样式啊 包括说随音乐 滤动的这么一个样式啊 其实这个设计的是很好的 只不过呢 被这块15的流氓层的这么一个屏幕呢 揪挡了一半 所以说不管是主宅还是副价 其实呢 对于这个东西就是直观看上去呢 其实是已经被屏幕挡了很大一部分了 它这辆车呢也是配备了一个面部识别 以这个内部的一个摄像头 只不过呢 为了保护你的隐私 这个面部识别的前部呢 这两个摄像头啊 都会有一个遮挡的一个盖 你不用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给它盖上 这点特别好 再有呢 就是它的副驾屏幕 平时只要副驾没有做人的情况下呢 主驾驶你是看不到这块屏幕呢 它是自动就给它吸屏了 它想用的话呢 只要触摸一下 而里面呢 是可以看视频的 包括说像嗶哩嗶 腾讯呀 包括说像优酷啊 视频 网易 音乐 再有呢 就是这辆车的 包括说像后视镜 以及这个放弹盘的这个电动调节呢 还有些其他功能呢 其实都是在屏幕里边 你只是要瞎拉一下 哎 就可以调节了后视镜折叠呀 包括说像这个外后视镜的角度 然后呢 货币箱 然后呢 负载西平手套箱 都是在屏幕里你点 就可以进行自动调节了 其实真的是比较另类的吧 因为呢 智能化的时代呢 其实能集成的话呢 它绝对不会给你做到这种按键式的 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保证出现的美观 你点开之后呢 包括圈辆设置里呢 你可以控制它的灯光啊 包括它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预约充电 其实都可以控制 然后驾驶模式呢 也是可以选 然后呢 你如果说不想用这种反合操作 你只需要在这个放弹盘上 这个右侧的滚轮点住之后呢 它可以自定义 你把这个驾驶模式选进去之后呢 平时呢 去滚这个滚轮 就可以再调节它的这个四种的驾驶模式了 它是很方便的啊 我刚拿到这个试驾车的时候呢 其实刚开始是很不适应的 但是呢 我在开了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呢 停下来之后呢 严论一下这个屏幕 其实它整个的上游难度是非常低的 非常的不错 再有呢 就是它的一体式座椅 这辆车是四座版本 一体式的座椅呢 其实没有很硬 它不像是说一些其他的车辆 就是运动品质的车辆 它的这个一体式座椅 给你的很硬的感觉 其实很软 前盘呢 座椅通工加热按摩都有 后盘呢 这个两个座椅呢 也是可以支持靠背的角度调节 你调到一个最佳的舒适档位之后呢 其实承受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并且呢 配着这个玻璃天幕呢 也会感到压抑 然后头部空间是很合适的 后盘呢 也是座椅加热通工按摩都有 所以说 这辆车四座版 其实是开罪之后呢 对于这种城市精英人群而言 它还是比较的舒适 比较的有那种格调的感觉 其实这辆IFTA11的动态加热杆的部分呢 这辆车的整个的综合素质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接到这辆车呢 其实也是一个收担机的四座版本 然后呢 也是前后点击 然后呢 最大综合功率呢 达到了425千瓦 综合扭矩呢 是659米 0倍加速呢 是4.5秒 然后呢 综合的纯电续航里程 其实是达到了700公里啊 其实这辆车 整个的700公里的综合续航 包括说它的这个宁德时代的三万里电池组 整个的这个续航是非常实的 然后呢 出满电呢 其实是表显是过700公里的 但是呢 你在正常驾驶的时候呢 它不会说因为北方的天气寒冷 这个电池的续航力能数啊 下降的特别快 相反呢 它反而对这种冬季的电池的续航力能打折呢 其实是把控的比较到位的 再有呢 就是这辆车呢也是 前双叉臂 后五两杆这么一个悬挂组合 只不过呢 它在这个车内的精密性方面啊 其实相比于像这个 它监测到你这个噪音光大之后呢 给你推这种反向的那个波频来看呢 它在每个避震的这个悬挂处呢 其实都加上了一个传感器 就是它主要是监测到你的避震 产生了这种路面的这种颠簸啊 带来这种异响或者说是这种的整个的噪音 它就会给你推这种反向波频 其实要相比于整个车店的这种而言呢 它的这个NV车的把控 其实是在系列之处做的是特别到位的 这一点呢我是对它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我在高速驾驶 包括像城市驾驶的期间呢 它的这个NV车精密性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这辆车 再有呢 就是它的这个悬挂组合很高级 也是豪华车该有的这么一个组合的配备 整个在路面的绿帧性 包括说你在城市的巡航驾驶 包括说在高速的巡航驾驶的时候呢 它没有过多的余震 然后呢整个的底盘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辆车的这个动力啊 它虽然说不是3秒98那个版本 但是呢4.5秒 其实在电动车领域是不算快的 它的这个电门的这个响应啊 包括说你就算是调到运动驾驶模式 就算一脚踩到底 它也不会说是直接给你一个特别强大的推配感 它的这个动力的加速体感是循循渐进的 这个感觉呢是特别像你开涡轮车 短暂的给你一个冲刺的这么一个推配的时间 让你有一个反应 而不如说是一脚一身一脚前一脚的 让你感觉到这种眩晕感 然后时间上了之后呢 包括你跑山呀或者说去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就晕了这辆车不会 相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电门 它们的灵敏度的调教呢 我觉得说是非常坚固于你的日常驾驶的 就算是你的颈椎是有不好的因为长期浮按嘛 这样人驾驶这辆车 摄行条前条去踩的话呢 也不会感到任何旋循感 所以说就是我对IFT11在驾驶方面呢 这个是特别肯定的 因为呢我的颈椎也不好 我驾驶这辆车呢 其实长时间驾驶之后呢 不会觉得很累 因为呢它的动能回轴系统呢 你调到一个最低级别标准的时候呢 其实是跟油车是一样的 包括说它的这个整个电车的 加速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日常驾驶很完美 很像一个燃油车的一个水平 包括说它的加速体感 也是跟燃油车非常相似的 这一点呢 不管是你的城市开 还是你的新手 还是老司机 都能给你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驾驶感受 其实这辆车呢也是在这种驾驶方面呢 经过了华为的永哥的一个扶持 所以说它包括像城市的高驾驶辅助 还有呢 它的这个高速的领航驾驶辅助 其实都是有的 其实买这辆车的人呢 大多数呢 都是为了去日常的城市代步开嘛 而且呢 并不是说 家庭的第一辆车 就会去选择Avita 可能就是第二辆车 作为一个代步车使用嘛 因为 毕竟在整个的充电的成本啊 其实相比于油车而言呢 其实它是肯定会减少的 所以说呢 华为呢 将整个的驾驶辅助呢 都放在这辆车上之后呢 由长安呢 去进行一个品控的一个把控 然后呢 再加上宁多时代的电视所 翻大举头联合打造之后呢 其实这辆车呢 是对的解开的这个售价的 我觉得如果说 你手动预算很充裕的话呢 其实AX211呢 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其实它让你开了的话呢 后续很省心 并且呢是很智能的一个售价